大家好,我是Chusha,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今週末繼續有很多精彩的賽事 在英超方面,今週六晚上8時半有盧頓對車路士 以為大家送上相關精算數據給大家參考一下 說回盧頓,今季18年聯賽後,盧頓取得4勝3和11負這個劣跡 暫時有15分排的跡分榜倒數位置,需要為互級而戰 聯賽至今盧頓總得失球比21比34 其中防守演出是英超最差的水準之一 車路士方面,在最近幾年,車路士和盧頓在各項賽事中交手過三次 結果都是車路士贏球 在這段期間,每場都能夠入三球,明顯壓制對手 車路士已經連續四場各項賽事能攻破對手的大門 當中球員方面有梅迪力、技士道化利坤古、馬道基和尼古拉斯職神在內 多名攻擊手都有所斬莫 其中梅迪力在這段期間入了兩球 最後講講戰果預測 預計盧頓會1比3不敵車路士 喜歡這條片的話,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觀看 我們在下條片再見,拜拜!